鑼骨宣天民俗團體舞獅表演 為接牌典禮帶人熱鬧氣氛 隨即在多位貴賓見證下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中正式接牌 一二三 全力來促成中興大學跟國大禮 還有台中高隆的合併 這個是對台灣教育界的一個空前創舉 那三校的整合會帶來給大台中更好的一個教育的品質 從台灣整個高中值來看的話 幾乎從北到南只要是大學的附中 事實上在當地都可以是受到非常大的肯定的 因為當地附中不管是在資源 學術資源設備資源 事實上都可以給高中的發展 帶來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國立大理高中創校13年以來 在全校試身的努力下升學率逐年提升 是中部地區的明星高中之一 現在改立為新大附中 注入了大學資源 將有效帶動高中值的優質化 這讓全校試身都相當期待 其他高中生有更多的學術研討機會 而且我們可以使用中興大學的資源 而且如果沒有問題也可以詢問那邊的教授 所以跟其他的高中生比起來 我們應該算是半個大學生了 希望未來日子我們能夠有更多元 然後豐富的交流 平凡的交流 然後提升彼此的能力 然後互相接受中文 另外這天同樣也是國立台中高農更名街牌典禮 請接牌 歷兼兩年努力 台中高農正式成為國立中興大學 附屬台中高級農業學校 簡稱新大富農 邁向新的教育里程碑 台中高農成立至今 台中高農成立至今 今77年與新大同樣以農曆校 設有園藝、森林、蓄寶和農經等科系 從95年開始 兩校簽署合作協議關係交流密切 如今兩校成為一家人 將更能共享教學與研究資源 提升中部的農業經濟發展 未來我們的高農的學生 在我們技職再造的計畫裡頭 我們會有很多的經費 讓我們的職業學校 能夠成為後期中農教育 也就是國中畢業生最好的選擇 疑似最後 中興大學校長 執政了台灣原生蝴蝶欄 期待未來面對12年國教 兩校的合作 能如同這蝴蝶欄一樣 出類拔萃 記者李竟然來秋風台中撞海報導